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人间就如同一个中短战 这一世的努力 似乎能在下一次转世到人道 天界天道或者称佛 称菩萨 还是继续在六道里轮回 就是靠你在人间这一世的不懈努力 生死是一种苦 这种苦在于我们没有办法去自主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生到这个人间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唯一知道的已经投到人间不是一件开心享乐的事情 因为人间有生老病死 有冤赠会苦 有爱别离苦 有求不得苦 有五因直胜苦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人生有八苦 五因实际上就是五孕 五孕之苦 所以叫五因苦 实际上就是五孕之苦 色受想行事之苦 那么实胜苦呢 实际上就是很多都是内心的感触 这种苦 有时候是说不出来的苦 感受 想啊 很多人想不通 就很苦 所以五因引起的苦 会造成人身体的不调 身体不调和 引起疾病 所以我们有时候有迷惑 我们造业了 就是有很多的苦 因为对苦我们会迷惑 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我们受的苦 所以我们拼命地去挣扎 去和那些苦抗衡 所以造成我们更多的造业 在三世流转 最后还是转到生死之苦 所以我们活着 真正要懂得要好好修行 只有好好地活着 我们才能脱离这种苦 所以从学佛的意义上来讲 真正毒害我们的 是贪 称 痴 贪 痴 痴 为什么会毒害我们呢 其实归纳到最后 就是一个我字 因为有了我 就以为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或者这种假的 假我的真实感 人会生出贪 痴 痴 慢 疑的这种心 所以人的实际上最大的毛病 就是得到了 还想得到 永远不会去放弃 自己的意见 而且还要见到别人好 更加生气 起嫉妒心 人的天生的一个毛病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这些毛病知道之后 大家可以把它去除 那就是喜欢比较 所以我们今生 有幸能得闻佛法 我们应该赶快开悟 但是我们人 却愚痴地固执己见 不肯放下自己 吃的种种苦 所得到的虚幻的 那些物质 名誉 有时候觉得自己做了 一点事情很了不起 有时候觉得自己 做得正确了 但是又疑心重重 就像很多人学佛了 明明是知道 自己找到了正确方向 过一段时间 疑心重重 左右摇晃 举气不定 所以这些人 总是在痛苦当中活着 所以只要在六道当中活着 我们人就是苦的 大家记住了 只要没有脱离六道 你受的是永远无止境的苦 还有天人的苦 所以在与福报享尽的时候 你哪怕是天人 阿修罗 你都会掉下来 那么天人的苦 是在于福报享尽 开始苦了 阿修罗的苦 在于自己心里 一直的不平衡 所以他虽然在天上 他还是很苦 人的苦 在于患得患失 地狱 恶鬼 畜生道 那就是苦不堪言 完全是 为一点食物 会得到一点物质 而相互争斗 其实这三道 已经没有福分 因为地狱 恶鬼出生道 他们是听不到佛法的 他们在下面 没有办法闻到佛法 所以他们 这个是最苦的事情 所以要好好修 珍惜自己的身体 和这辈子的慧命 因为得人生不容易 这就是师父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样 要抛开我字 怎么样 要去除自己的贪嗔痴 怎么样 要理解人生 罢苦 接下来告诉大家 就是成佛 到底是什么 佛性又是什么 佛性 实际上是随缘的 因为我们 每个人做人 没有选择 当年佛陀悟道 一个重要的 佛的观念 教导我们 最重要讲的是 人在人道 学佛必须要有正见 所以你现在看 人都是不正 思维走偏差 人不正 最后当你 佛性显现 不管你在人间 或者在净土 因为你能够修到正见 那么你 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佛 得到了佛的基础 因为你悟道 你一悟永悟 你就永远看悟 你就永远是佛 很多人不知道 学佛这么困难 实际上一要根基 二要悟道 三要紧紧 所以有时候问你们 如果在人间想称佛 靠什么 那就是刚才三个最重要 人要消除自己的执着 如果你自己觉得修行还不够 你应该随顺一切 自然而然的 能够解脱 很多人说 为什么苦 就是执着 有的人拼命地要结婚 最后结不了婚 非常痛苦 有些人 要离婚 离不了 他也是很痛苦 所以一切都是自然 并不是结婚一定好 也并不是说离婚一定很苦 所以很多人是解脱 我们说这个世界上 学佛学到一定的时候 你要随缘 要学会 随缘 学佛人要不执着 人间的一切 生也不喜 死也不哀 所以很多人说 人生出来 开心了 死的时候我们都是苦的 实际上生出来也是苦的 死的时候也是苦的 我们一切 无生无死 稀里糊涂来到这个人间 最后走了 再下一次 再来到人间 再死了 这种轮回 都是无生无死 一切都是在 悟 记住师父跟你们讲一句话 悟像什么 悟性像一个光芒 当你开悟了 你在这个光芒里面 当你这个人不开悟 你就没有光芒 就相当于我们在黑暗当中行走 当你开悟了 你就看见了阳光 你就走得出自己的黑暗 所以领悟佛性 很重要 领悟佛性就是要 真正的明白 和开悟佛性 无生亦无死亦无所得过 既然生了 我们也不怕死 既然生了一定会死 既然死了还会再生 所以很多说 永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无生亦无死 我们到人间一切都得不得 所以一切都不可得 学佛人在人间最重要的是 痛改前非 那么学佛人痛改前非的时候痛 那是一时的 痛了之后 然后就是快乐 那是永远的 所以叫痛快 我们人不应该有仇恨 也不应该太欢喜 所以很多人就碰到好事 太开心了 其实这个太子 就是超越了正常范围 所以任何一个人 如果太怎么样 就是超过了正常范围 这个人太瘦了 这个人吃得太多了 太怕热了 全部都是超过正常的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不要太 如果太 就是因为你的执着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实际上就是完成一个 受的过程 人生在世界就是受的过程 受什么呢 会受冤枉 受折磨 受疲劳 受苦 受难 所以你在人间 你必须做好这些准备 其实人间不是 极乐的地方 也不是享乐的地方 就是个跳板 人生的几十年 当你能够进入净土 那你就等于完成了这个过程 所以一个人想跳出五欲六层 要平等心带众生 你们知道平等心有什么好吗 因为平等心会产生慈悲心 比方说那个人 比方说那个人 跪在马路上 他要饭 要点钱 你当时感觉 他跟你 是兄弟姐妹 你就会产生慈悲心 去帮助他 所以当年佛陀 叫大家开悟 先要悟 悟什么呢 首先要开悟的 就叫悟 无所得 断一切烦恼 就是佛陀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开悟啊 你们先想想 你们一辈子能得到什么 师父现在天天跟你们讲 你们走的时候 能有什么 房子能得到吗 没有 生气能得到吗 带不走 钱财呢 一切都带不走 所以要悟无所得 你才能断一切烦恼 你就看很多人想通了 就是因为 反正这也不是我的 他拿去 你就拿去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的时候 离婚的时候 让他拿去 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那个不要了 他就开悟了 他觉得这个东西 最后肯定也不是他的 也不是我的 这是一个东西 所以我去为他烦恼干嘛 所以从古到今 世间人没有一个人 能得到什么 这是真理 这是真谛 一个什么人 不管你是谁 什么都得不到 有所得 根本就是一时的梦幻